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家MD平台的动作游戏 蝙蝠侠归来 MD平台的蝙蝠侠游戏大概有五款 谷顾作品里边本作的操作手感是最出色的 但难度也是真高啊 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 世家风格的硬派动作游戏 这款游戏出品于1992年 改编自同名 且同年上映的电影 我估计很多小伙伴都看过这部电影 冰霞在这里边主要的敌人是企鹅人 还有猫女 这里打的就是 跟猫女冲突主要是由于误会 后来误会解开了 所以后来两个人还没羞没臊了一段是吧 猫女的难度还是挺高的 如果咱们吃手空拳打的话 对面的灵活性 明显要占优势 所以这里我就掏出了大宝贝啊 这里就涉及到本作的覆器系统 覆器共有五种 需要通过按暂停键来切换 包括蝙蝠飞镖 烟雾弹 超级蝙蝠 抓勾枪 以及跟踪飞镖 蝙蝠飞镖是最普通的武器 数量很多 攻击力有限 长处就是它的攻击范围比较远 烟雾弹可以把敌人定住 另外超级蝙蝠 是召唤一群蝙蝠 攻击力也很高 但是这种攻击方式的数量比较少 抓勾枪的攻击范围 不像是其他的飞行道具那么远 但是攻击力也很高 打特定的boss有奇效 最后一种跟踪飞镖 我觉得是本作最好用的武器 攻击力很高 并且有跟踪的效果 唯一的缺点就是数量太少了 射几发就没了 这里又是一场小boss战 这款游戏有的小伙伴喜欢收集隐藏的道具 主要就是可以补充几种服务器 另外还有鬼血道具 奖命 蝙蝠飞镖补充一次要加10发 所以 一般来说 蝙蝠飞镖不用节省 随便用 但是其他的 就要根据时机 或者是打一些boss的时候 再掏出来 咱们现在还是在第一大关 游戏的五个大关 每个大关 都是由三到四个版面组成的 关卡的长度方面 安排的还是比较合理 不会像 合金弹头那种 前面五关的流程 加在一起 和最后一关差不多 本作里边 蝙蝠侠的拳头 真的是硬 可以打子弹 甚至是炸弹 都可以用拳头来抵消掉 敌方的大部分敌人 攻击范围 都比蝙蝠侠的拳头要 更长 所以肉搏的时候 经常会吃亏 这里要向上赶路 上面是有两个 石像鬼的雕像 这应该是机关 把他拆掉 然后就要开始第一关的boss战了 企鹅人这个boss 在整个游戏流程当中 要出现好几次 屏幕左下角是分数 在分数的右边 白色的就是边风侠的血量 下方的就是boss的血量 第一关是歌坛室 第二关是莱克仙境 这里出现了飞车党 这款游戏的操作手感 玩起来是相当生硬的 这也是早年的 硬派动作游戏的一大特色 我不太适应的是本作的转身 以方向推了后 需要持续个零点几秒 人物才能真正的转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板面 后面有摩托开过来 我根本就不理啊 还是向前赶路 反正也有回血的道具 这里有一场boss战 这个boss 如果你被他的拳头打到 或者是被他投掷的石块 打到的话 那掉血是非常多的 但是如果你和他发生碰撞 那基本上就只掉一滴血 而且蝙蝠侠受创之后 会进入短暂的无敌时间 这个时间 咱们就可以持续的 用拳脚来输出 所以和boss要保持近身 然后再拼血 这样的话 很快就能拼下了 而且这款游戏 还是有一个比较友好的设定 就是你每进入一个新的版面 你的血量是回满的 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 我玩动作游戏 打boss的时候 就是喜欢拼血 但是拼血也要掌握技巧 像刚才那个boss 如果硬拼的话 肯定是不行 所以呢 就采用了故意和boss进行碰撞 这种攻略方式 boss战的难度 因此一下就下降了几个台阶 很多版面的地图 还是比较复杂的 主要就是 有些分支 可以捡到 补给的道具 刚才那个回血道具 我感觉没必要捡 飞刀也能够用拳头打下来 隐藏上道具 我并没有收集拳 因为没有特别的必要 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 正常的流程当中的补给道具 就足够用了 前方boss战 又是打猫女 给大家演示一下超级蝙蝠 攻击力很高 攻击力很高 负伍器的数量和种类就演示在屏幕的右下角 还是换普通的蝙蝠飞镖吧 这里是一场托出 独保骑兵里边 一般面对的这种球体 是石头的 冰箱这里是金属的 又是打奇恶人 这个家伙难度其实一点也不高 他飞走的这一下也是可以跳起来打到的 但是没有必要 输出的如果更有效率的话 他大概下来两次就能够被带走 第三关 红三角马戏团 游戏的操作件一共是三个 分别是攻击跳跃 还有使用副武器 其中攻击剑如果你推方向的前 是用脚来踢人 这一脚可以把敌方推得更远 跳跃的话 按上按跳跃 可以使用勾锁 但前提是你上推得稍微久一点 蝙蝠虾有一个抬头的动作 不然的话就是纯粹的跳跃 使用副武器键还有一个应用 就是跳跃之后再使用 蝙蝠虾可以用斗篷来滑行 滑行的距离有限 但是在特定的坑 可以保命 这里的很多道具我还是注意收集了一下 游戏当中有的道具 位置非常的危险 有一些摆放的位置 离主线还比较远 这个杂柄打了我两下 其实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蝙蝠虾是真的没有超能力 拳脚方面甚至不如普通的杂兵 但是这个家伙富有 这个版面前面有一个比较难拿的道具 给大家演示一下 需要用到勾锁 不然直接掉下去就是一条命 这有一个讲命的道具 这里就是小心别掉坑里 施展一下滑行 在副武器的左侧 有一个滑行的耐力条 这个地方看见了小丑的要素 但这是马戏团的小丑 本作里边小丑并没有登场 因为它主要就是改编自电影 而且剧情方面主要是改编自电影的后半段 但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电影看一下 主要是看一下猫 这么简陋的弹簧拳头机关也可以对蝙蝠侠造成伤害 开着摩托跑了呀 我白白的浪费了一发蝙蝠飞镖 下面的道具也需要勾索来拿 这里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建议真的去拿这几个道具 他们喷的火还能够把安全网给烧坏 这个设定真的很细 小boss战 打几个小丑 脚踢的范围我感觉比拳头要稍微远一点 拿剑的敌人 蹲下打就可以了 用蝙蝠飞镖的话有概率会被他砍下来 这是两个弹簧的机关 这种陷阱让人想起厄魔城 关卡的设计也是用心了 像这种剑锯第二次出现 他的平台上就没有你在边缘站立的位置 所以你不能第一时间跳上去 相同的机关 设置出了不一样的难度 boss战 给大家演示一下蝙蝠枪 这样的话 副气还有烟雾弹没有演示 第四关 进入下水道 这个版面超级复杂 道具也比较多 但我还是赶路为主 烟雾弹 敌人被集中之后 会进入一个长时间的硬直 我走的是我自己认为 比较简单的路线 并不是一个收集道具的路线 又是boss战 如果我有无数发的跟踪飞标就好了 这个地方可以跳坑 坑里边有很多的回复道具 注意落到最下方的时候要靠右 这个回复道具 没办法 只能捡 实际上捡的有一点早 很多地方为了赶路 你只能去撞敌人 如果慢慢去处理的话 非常耽误时间 这款游戏要么你就 每个地方都细一点打 游戏的流程会变得很长 但我是个粗人 boss战 这个地方先把这门炮拆掉 然后可以和敌人拼命 但是拼命的时候也要讲究方法 这个平台不要站在边缘 不然会被碰下去 你就没有拼血的机会了 第五关 企鹅人潮雪 这里也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 当前这个版面难度比较高 而且流程也稍长 这里有的隐藏是隐藏的房间 有的是藏在墙壁里 这种墙壁还是挺明显的 有裂负 这里要么就是舍弃一点血量 拼上来 要么呢就使用你的跟踪飞镖 但是我没舍得呀 这里用了一发 真的解决大问题 这里左边的墙壁 一看也是有隐藏的 落脚点都很窄 而且本关的落脚点是有冰的 走上去特别滑 血量不多了 不能像之前那么浪 我刚把血量补满 就挨了一下 这下幸亏我头脑清醒了 被击中之后方向推了前 浮兵这里 可以把勾锁勾到上方的天花板 然后往前赶路 这样过关能快一点 或者就是站在 比较理想的位置 等着浮兵自己往前飘 我建议是不要太着急 所有补给都可以比较轻松的拿到 这个地方算是一场boss战吧 要把企业人的小鸭子打破 前方这一段考验跳跃 然后就是最终boss战了 让咱们所有的资源都可以用掉 最后跳那下好尴尬 没跳上去 高度太高了 几个人的枪里边是两种子弹 其中灰色的可以把你定备 在这等他上来 打完几个人之后 要和猫女决斗 一共两种结局 如果打赢了猫女的话 猫女从楼上掉下去 被一群猫救走 有的小伙伴说是被猫吃掉了 其实不是的 另外一种结局就是 蝙蝠侠输掉了 输掉的话 蝙蝠侠掉下去 然后被蝙蝠车救走 其实怎样都无所谓了 这里已经通关 那好吧 这样一款世家MD平台的动作游戏 蝙蝠侠归来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